中国楼市抗议事件17个月爆发将近1800起 机智扭曲 李强担任金融委员会主任 白纸运动逃亡者表示中共应该下地狱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仍然没有停止 据明慧网统计今年9月到10月 至少有1040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网架骚扰 迫害涉及中国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受害者包括编辑、记者、教师、医生、博士、法官 转业军人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 其中有176名60岁以上的老人 三人是9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 40人年龄在80到90岁之间 绑架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和山东省 两个月内分别绑架了108人和101人 同时中共还勒索和抢劫法轮功学员的钱财 仅现金就超过了123万人民币 还有很多人被扣发公司和养老金 其中辽宁省营口的朱瑞敏共被扣发公司45万1800元 山东潘荣清被勒索养老金10万多元 南昌严津华被追脚养老金13万多元 黑龙江哈尔滨市严寿县陈杰被国保抢劫现金10万元 南京异议人士孙林被国保殴打致死的消息 持续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来自南京国保的消息披露 事发当天多名国保强行闯入孙林家后 遭到激烈的抵抗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数名国保受伤 孙林则被殴打致死 报道引述一名孙林友人的话说 10天前南京国保曾到武汉追剿孙林寄给友人的一本新书 目前还不知道孙林遭到暴力殴打 是否与这本新书有关 对孙林之死 海内外大批人士感到震惊 他们认为国保公然入世行凶 是开了走向恐怖主义人权迫害的先河 11月20日 孙林的友人黄金秋、吴力宏、邹薇等 联明发表一份至南京市政府的公开信 呼吁当局尽快独立调查 如实公布真相 并且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据孙林友人透露 目前中国各地警方都收到命令 不允许民众前往南京吊丧 在网络上议论孙林事件的都被带走 其中杭州裔人士周薇 11月20日深夜被拘留和抄家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中国房地产面临前所未见的危机 不仅中国两大房地产开发商 碧桂园和中国恒大集团 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开发商 都出现了债务违约 尽管中共当局拨出数百亿美元 试图帮助开发商完成已经售出的住宅 却还是无法解决烂尾楼的问题 研究显示 从去年6月至今 中国发生将近1800件 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抗议活动 平均每个月超过100件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中共当局进一步加码政策支持 华尔街日报11月21日报道 中共当局正草宁有资格获得融资的开发商白名单 试图提振房地产行业 报道引述瑞穗银行高管的看法 认为这份白名单仍难以扭转中国房地产业困境 因为去年11月也有类似白名单消息 引发市场乐观情绪 然而随着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 这份效应很快的消失 占有中国GDP超过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 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研究显示 从去年6月至今年10月 中国发生了1777件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抗议活动 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与建筑工程烂尾 延期或偷工减料有关 其余的抗议活动多由建筑工人发起 要求支付拖欠工资 最近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滑落 所以可能有些部分之前买高的物品 他们要出来维权 这是一种 另外第二种是他可能买了房 那到目前为止来说 迟迟没办法交房 或是可能交到最后之后 这个公司就不见了 倒闭了非常多 有很多的人 等于是花了很大一笔钱 买了房地产以后 不但没有办法 准时地 及时地 收到他所有的那几户的房地 反而凭空地 增加了很大一笔的银行贷款 遇到这种烂尾楼 建商或者跑路 或者被捕 中国的这些受害的老百姓 一点办法都没有 18号 湖南春州业主维权被镇压 原定湖南省春州市碧桂园 凤凰台三期的交房日 但楼盘已经停工多时 收房无望的业主到售楼部维权后 又聚集到春州市政府门口 希望当地政府能出面解决 但随即遭到警察的镇压 有多名业主被抓走 银行 公安 管不到 但是你维权的行动 造成了社会治安的问题 这可就是公安单位他们要管的 那很多老百姓心理账人非常不平 不管你是公安也好 银行也好 房地产也好 通通都是归你中国共产党管 有哪一件事情你中国共产党不管 你包山包海 但是出了事以后 一推四五六 如果说中国老百姓 真的受不了的话 各地会不断地出现这种 所谓集体的暴动 同一天在上海也发生维权业主被抓事件 因为开发商不能按期交房 上海松江区九庭镇奥林匹克花园三期的业主 于当天早些时候发起维权 在与警察发生冲突后 一名业主遭到抓捕 到了晚间有大量业主聚集到上海松江区九庭镇派出所 要求警方释放被抓捕的维权业主 他们可能用的方式就是各个急迫 比如说可能在即将要发生维权事件的时候 就先把你压制下来 或者是可能就逮捕部分的这个比较激烈的维权分子 真的是不让你去维权的这样一个方式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压制不下来 我相信他们可能反抗或是维权的意志会相当坚定 那这个部分恐怕会成为 接下来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安定 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子 研究显示 现在中国每个月都会发生 约50到70起抗议活动 而今年8月由建筑工人发起的抗议活动 更逼近100件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为什么说明年下半年以后更严重了 因为中国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 不断地往下去 失业状况 会越来越浮现 到明年下半年以后 等于是让好几个这种事情都会暴雷 然后另外这边银行又在逼着它要缴款 几方面这样子逼的话 说实在会出现很多人民的压力的暴定 评论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一个个暴雷 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确认已经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 而在他之前副总理何立峰已经接任了中央金融办主任 和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被认为掌控中国金融大权 评论人士指出这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结构 对降低金融风险毫无帮助 10月20日 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总理李强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头衔 主持召开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 显示李强已经担任这个职务 中央金融委员会是中共在今年初 搞党政机构改革时新设立的机构 为的是加强中共对国内金融业的监督和控制 同时设立的还有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以及在金融体系中搞党的政治工作的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个月初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已经接任了中央金融办主任 和中央金融工委书记 被认为成为中国金融大管家 李强虽然被任命为中央金融委主任 但是负责中央金融委日常事务的 却是何立峰任主任的中央金融办 金融大权到底在谁手中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任命 叫做欲盖弥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习近平他早就提出了 党管金融 他和何立峰一起去考察央行的时候 其实这一条线就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何立峰是具体的 在金融方面的操盘手 尤其他又是管金融的副总理 又是金融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同时又是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所以就决定了这个人 其实在金融方面 已经成为中国的权力最大的人 中共的国务院总理 历来是负责经济的 但在近十年来 前任总理李克强逐渐被各种领导小组给架空 评论人士分析 现任总理李强也是紧跟党魁路线 所以导致出现扭曲的机制 这个金融委员会的这个头 应该是习近平自己去挡的 而现在把李强放上去 明显他是为了辟谣 他就是显示 我手下李强的权力也很大 但事实上习近平的变 他想要把这个金融弄好 很多事情他必须得要让何立峰去做主 现在李强又变成了这个金融委员会的这个主任 那假如李强对于某些事真的不是特别同意 那怎么办 那么李强不管是他就变成一个空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其实这个机制完全是一个浪费的这么一个机制 齐家居内部浙江邦和福建邦的明争暗斗 之前就越来越受到瞩目 福建邦代表 主管党务的常委蔡奇 已经接受了浙江邦代表李强的部分职权 而李强一直刻意低调 目前何立峰在金融上又分得大权 会不会导致内斗升级 跟老毛学平红术 就是没有把财经大权全部交给李强手上 李强并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济大权抓在手上 而且他也不想做 以前是经济往上走 就在这个真功劳 对不对 那些问题就互相摧尾 就是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就肯定的 李强本人并没有金融学历背景 何立峰也被指更偏向政治官僚 评论人士表示 他们之所以获得任命 只是因为服从中共党魁 而党魁的整体路线偏左 这只会导致中国金融风险更大 中国目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包括庞大的地方债 房地产行业低迷等等 李强在这次会议上又强调 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压紧压实金融风险处置责任 不过他上任至今尝试了多种经济扶持措施 效果并不明显 白者运动逃亡者表示 中共应该下地狱 《九评》共产党发表19年来 在全球广泛传播 帮助数亿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并且在中国人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退党大潮 近期一名参与白纸运动的青年 向本台讲述了他阅读《九评共产党》的体会 和对中共的认识 原广州电业局技术专家黄国安因参加白纸运动被中共拘留 并遭酷刑折磨 出狱后逃亡新西兰 最近他接受新台人记者采访 谈及他对中共的认识 《九评》共产党 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解到 因为像油管或者说像大纪元之类的 这个我在很早期都了解过 说对共产党评价 我也看了一些视频 说共产党是邪教 然后就介绍了共产党的历史 黄国安说 在他自己遭受中共迫害之前 他觉得《九评共产党》说的虽然都是一些真实的案例 但是他还是觉得对这个政权的评价是不是有点过了 黄国安是一名90后 2014年考上中国的重点大学 201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南方电网工作 先后担任软体工程师 项目管理工程师 技术专家 有着年薪30万的收入 但是疫情风控期间 他与很多广州市民一样 被当局用电子锁封锁在家中 忍饥挨饿 切身体会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 这个政权它就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利下 因为人不受约束的情况下 会做出邪恶的事情 那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完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 那也会做出邪恶的事情 邪恶的事情你做的那么多 那九平共产党说共产党是一个邪党 一个邪教 我觉得现在我个人的清新经历和体会 就是这个评价其实是很贴切的 2022年11月底开始 中国各地爆发抗议中共风控的白纸运动 黄国安也加入其中 在网络社交群组中转发九平共产党 帮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鼓励人们站出来反抗 白纸运动过后 大批年轻人被抓捕 其中就有很多与黄国安一起参与运动的朋友 他预感到自己迟早也会被抓 于是准备逃离中国 并办好了相应的出国手续 2023年5月份 黄国安果然被抓 并被拘留了15天 期间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 出狱一个月后 他逃亡到新西兰 黄国安信仰天主教 相信人是有灵魂的 死后都要接受上帝审判的 被吓到地狱 那我觉得共产党的作恶 它是一种体制性的作恶 它害死的人是几百万 上千万 甚至上亿都有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真的按照基督教派 或者天主教派的人有灵魂 死后你要根据灵魂 根据你生前的善恶来做审判的话 那确实共产党就应该被胖主下地狱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广东惠州新河地产公司 拖欠农民工公司 11月21日 工人们到该公司大堂拉横幅讨薪 江西省吉安市米田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拖欠工人公司 工人四处求助无果之后 11月20日上千工人集体罢工追讨被欠薪资 湖北前江工商银行被买断公邻下岗的员工 潘向荣 房刑之在北京上访已经超过半个月 11月20日他们再次到中共国家信访局 中共央行信访局 金融管理总局信访局等上访 但仍然毫无结果 最后 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有同样遭遇的断友 聚焦到工商银行总部 要求解决近20年的劳工权益问题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供热公司 提高供暖费用 引发市民不满 1月20日 数百市民到市政府门口集会 高喊建市长等口号 抗议供暖费上涨 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借力建 在旧金山抗共活动中 与中共雇佣的打手发生了肢体冲突 遭警方带走 他在11月20日获得保释 律师表示借力建案子后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他们也通过这个案子 意外获知更多的亲共人员及亲共组织的名单 作为对中共在美国渗透的一个反击 我希望警方严惩凶手 严惩凶手 严惩凶手 还我们自由 还我们一个正义的结果 为所有受益者发生 为所有被袭击者 为他们伸张争议 美西时间11月20日下午 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借力建 在旧金山县高等法院出庭 法官批准他免费保释 晚9点他走出监狱后 感谢所有关心他的人 之前美中峰会期间 旧金山爆发大规模的抗议中共活动 借力建多次遭中共暴徒袭击 他因自卫被警方抓捕 关押在旧金山监狱 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不再自卫 难道我们不怀手的情况下 今天我就不可能 站在这里给大家说话 就可能被他们给打死 这几天 这个失去自由的这种折磨 这会痛苦 也会用法律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会补偿我 自借力建被抓后 抗议团体法律界积极营救 纽约律师陈闯创 为借力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刘骏律师为借力建进行辩护 纽约华裔陈闯创律师说 借力建最初被起诉六项罪名 后来减少为两项 开庭时又加为四项 加上冲突双方都说中文 案情有些复杂 中国人权执行长周锋锁 于10至17日全程参与抗议活动 他相信借力建无罪 借力建受到袭击才自卫 20日中国人权组织发声明 谴责在美国领土上发生的 由中共组织的袭击 强调这是跨国镇压 在究竟先发生的这个情况 很清楚就是中共从各地找到人来 就像我们知道的就是 纵约区的地方说 很著名的中共的孙数 周锋锁经验看到在各种冲突场所 亲共分子举着中共血迹 还有一些人统一戴着红金标志 显然是有准备而来 网上大量视频显示 中领馆和亲共侨团也参与打人 还有中共人员戴着耳机在指挥 纽约律师陈闯创说 这次借力建被抓 让他们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获得一个反手围攻的机会 在整个未来的暴徒 对我们袭击中 除了我们早先认识的 两个从纽约来的 知名的共产党暴徒之外 其他的袭击人 我们都是不知道姓名的 但是这一次 在这个借力建先生的 被指控的起诉状里面 出现了三个所谓受害者的姓名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利用这个 陈闯创说 这让他们有机会 通过借力建案件的法庭程序 发起对真相的追求 对中共在美国渗透的反击 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并且表示他们在遭受压力时 在心中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来看他们的声明 齐恬说 我在共产党的单位里 每天工作压力极大 共党变着花样的折磨我们 每天早上一上班 就感觉如临大敌 周一尤其如此 在遭受到压力的时候 我就在心中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真的受不了这种日子了 就是饿死也比让共产党管着墙 特此声明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 刘洪浩说 因为学校要求要集体入队 所以被动加入过少先队 很早就不信中共邪党 所以入队的时候 我一直举着拳头念的是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虽不是真心加入 但是在形式上 我还是想退出少先队 就此做出声明 退出少先队 做一个阳光少年 不做红魔陪葬品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